今天呢我们山东是最冷的一天了 应该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然后呢我们想今天把这个水培的这个呢 转成土培 但是呢有一些冻伤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上面这个叶子呢 就是这一朵的话都已经冻伤了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叶子 稍微有一点点冻 有一点点 有一点有一点点冻伤的感觉啊 就是太冷了 真的没办法 我们这种大棚呢 是没办法加温 如果加温的话成本太高了 我只能放到前面那个棚里 那今天呢 就先给它收拾收拾吧 那很多的话 养红长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一个就是说用什么土 用土在一块呢 因为它这种是肉质的一个根系啊 尽量的用那种输松透气的 像泥炭土就是非常不错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可以用一些椰康 咱们像这种水培转为土培的时候 也是很简单的 先把这些个老掉的一个叶子 咱们可以给它剪掉啊 就拿把剪灯 像这一根就给它剪掉就好了 这个老的 很多话老师问你 为什么不开花 其实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这个颜色不是那么白了之后 花卸了之后就可以剪了 这样的话会让这些个新的长得更快 这个你就别剪了 你剪的时候别乱剪 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包裹的 看到没 还有一些新内芽 你这个东西你别认为干吧 你背吧给它剪了 这个可不能乱剪 黄的这个可以剪掉 这个可以剪掉 干的这种也都可以给它剪掉 这种干了的都可以剪掉 然后呢有个花卫会问我 为什么会有这种叶子的一个 这种叶子上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斑啊 如果有的话扔垃圾桶里面 眼不见心不烦 没有了就行了 好吧 就像这种花的话也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个花也不要了 好 接下来呢就入喷 两个花盆的时候呢 具体的一个大小 你看一个比例的协调度就行了 看比例的协调度 接下来呢 我底下呢 加的是我们家的这个配好的这种 通用型的配方的营养土 直接往里面加土就好 你别像我那样 虚啊太粗糙了 这样这个动作太粗鲁了 嘿嘿嘿 稍微温柔一些 然后呢稍微压实一下土 昨天有花友问我 老花一我这个土底压到多时才算实 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 你还压多时啊 你还找个那种挖掘机过来给你打打行啊 差不多就行了啊 差不多点就行了 不要埋得特别深 然后稍微滴露滴露这个根系 让它跟土壤接触的更完美一些 压实不要埋太深 好了就这样 然后呢像这样操作完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伙呢 是一个月之后再去给它施肥 好吧 或者说半个月之后 别着急施肥 之后呢就浇一遍透水 放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 尤其是这种花呢 是不耐动的 好吧 然后水培转土培 土培转土培都很都很简单 好吧 没有那么难 好了 大家伙觉得简单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遇到这些问题 跟我说的这件事 一个是说 他这个老阿姨 这个水里面长出来了 根那么嫩 你直接种土里边能行吗 你看啊 你不会把这个水控控 你等这个水蒸发的差不多 你等里边快没水了 这个根老练一点的时候 你再往里边种啊 你非得 非得是那个水大大白白的 那么潮湿的 你叭叭的就种 你看我那个 就这么一点水 它上面根很硬朗 一种不就种活了吗 人话说这里面又有没有什么一个杂菌之类的 这样的那的 不存在 你如果说担心的话 就放点这个杂菌剂 我们这个 这个水也没臭也没啥事 我就没有放杂菌剂 这正常的一个转就完事了 然后就是注意的就是裸根 千万别是非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事了 好吧 老叶一剪啊 根系等略干啊 这不还有啥 我老叶一 养花最尖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哼 白了 哼